不然我會太餓了 我怕我會太餓了 你沒有這種經驗嗎 你很餓的時候 沒有 你沒有這種經驗嗎 喝那個可樂 喝很快 然後你肚子就很髒 就覺得好飽 然後打一個嗝就 又可以吃了 對 又可以自己吃 這麼大 這麼滾的水去滾它 是 因為我沒下調味料 所以一點都不在乎 那我為了一直強調 短時間之內 讓它雞肉高湯的美味呈現出來 所以這邊不礙事 你只要稍微多一點心意了 在這邊 旁邊的雜質 泡沫 泡沫 乾淨 這要滾到什麼時候 才算是可以 才算是可以 應該差不多了 汁要收乾嗎 這要收乾很久 這收乾要很久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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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兩炷香的汁 那煮肉飯的那個汁很少 對啊 但是要煮 下得很濃 收乾 這樣這個雞湯就很快 你知道嗎 雞湯就很快 那我現在就下調味料了 好 醬油進來 醬油 我這個時候醬油還不下多 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 然後 對一點點的這個老抽醬色 進來用整鍋的湯就很夠吃 哇 這樣滾到鴨子炒 有一點點就放開 真的 好厲害 好嗎 一匙就好了 你不要看這麼一點 可以煮60桌 魚翅 紅燒魚翅的 醬油 60桌 一大桶 這麼容易上色 很容易上色 哇塞 哇塞 好 那現在呢 我把裡面不必要的東西拿掉 這些可以拿掉 肉桂 這些味道出來就可以拿掉 這些拿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麼 因為我們這邊的時間很短 所以 來 起鍋之前 鹹度下好了以後 來 醬油 醬油 來 然後冰糖一點點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到的醬油是很偏甜的 就可以不下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醬油呢 沒有這麼一個功能 我們用一點點 冰糖 其實如果時間夠的話 它其實可以再滷上 大概可以再滷30分鐘對不對 沒有錯 但是 其實我們節目的功能就是 就是希望各方面都叫人家省 省能源 省時間這樣子 這樣來就夠了 那現在我這邊有一碗的米漿粉 米漿 米漿粉 米漿粉 就是一般我們 糯米粉的 你這是不是要拿去挑飯 對啊 我們就煮那個飯拿來打漿 然後用那個米粉呢 拿來當勾芡用的 那你這個一手一淋上來 這裡面會稀稠狀了 跟米飯就結合了 那味道就百分百 而且 剛剛我們的肉都沒抓 對 這個一進來那肉會更滑口 哇 糯米漿粉 一般我們現在常用的會是 軟紅的米對不對 那你看是要選擇 鳳來米或者是選擇那個 糯米粉都可以 一樣的肉要滑一滑 但是 讓你在嘴巴裡頭的感覺 不會感覺好像 口中無誤這樣子 口中無誤 好濕 好多美食 吃到嘴巴裡面就要有 重量 你有感覺到 對 而且你要感覺到它的空間 吃到嘴巴咀嚼起來 會有得到 我們吃得有點空虛 吃你享受不到那個口感 味道 對 那就是沒有 口中無誤就是這個感覺 吃完整個人很空虛 有沒有 好 不太勾 勾起來的欠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我拿一個白色的器皿 我們做一個測試 濃度測試 對 做一個濃度測試 它會殘留在上頭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然後整個過程都完了以後 最後尾巴的部分 我們加一點點雞精粉進來 好 行了 加油 所以其實它可以再熬 可以再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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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完成